你们看 回金城又收到花了 这是天天送花呀 又送这么多花 该多少钱呢 天啊 这浪漫呢 我跟你说 就是用金钱砸出来的 是砸来砸去啊 爱情就来了 这花真漂亮 你说这多少钱呀 这么多花 爱情是用金钱换来的吗 我觉得 如果用金钱 来衡量爱情的话 那是对爱情 这两个字的玷污 爱情应该是什么 爱情应该是 贫贱不能赢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哇 马队 我没看出来呀 你怎么突然变得 那么有文化 文宗宗的 那你们觉得 我就是头脑简单 似是发达呀 身藏不漏 马队说得对 我认为 你说这花吧 这个人有必要 这么奢侈吗 是啊 天天送这么多 这你说这花 也不能吃也不能喝 也不能当日子过的 送几朵 一丝一丝就行了呗 送这么多 这么奢侈 是 太浪费了 都没想想了 你看 肉粒 送花了 我要把这没用的东西 我给他 我给牛总送办公室去 好大意 进 牛总 有人给您送花了 我给你摆那了 真够夸张的 成了花谱了 对了 牛总 我最近从网上查到了一个生活常识 说是人要是总是闻这种花香啊 他会对它免疫力是一个极大的破坏 而且还会得什么鼻炎啊 什么神经焦虑啊 我觉得您应该跟那王先生说说 这花最好是别送或者是少送 马景奎 最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是不是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我 我还在找着呢 我找着我就跟您说 心快吧 我问你 我说这个花儿的这个 常识 它就是网上写的 有时候也不一定准确 您呢 就做一个参考 关门 来 张老板子 老老 牛总把你叫他办公室去 都说什么来着 业务上的事 重要吗 马队长 你有事啊 不是 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公司的业务状况 我也好更好的更全面地为公司服务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是想更多地了解 牛总的生活状况更好地追求他呢 你看起这个孩子 年纪轻轻的 很聪明 有前途 牛总 您要出去吗 我 我陪您吧 不用 不是 可是保护您的安全是我应尽的责任的 现在社会是这么乱的 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 您要出点事 公司损失可就大了 为了您的安全 我宁愿牺牲我自己 你罗里巴搜的说些什么呢 我不是出去 我是下楼有点事 那我也得跟着 小枫啊 什么事 我带你去的地方 不行 我下午有事 我带你去的地方 肯定比你的事情还要重要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 我下午是生意的事 你听我的肯定让你高兴 牛总 有什么状况你给我打电话啊 彭管多远一个电话 我马上就到 美丽 我这车怎么样 你的车 哪长人了 怎么没看你开过呀 做人要低调 做事要高调 谁愿把负露出来啊 你没准要碰着个仇富的呢 是不是 喂 喂 涛涛 款全部打过来了 太好了 那你就安排他们提车 什么 一百台 真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先这样啊 什么事 这前几天来了一个客户 说要五十台车 我看他那个长相 像个骗子 没想到今天把款全部打过来了 那可真不像啊 美丽啊 你不能以貌确认啊 现在很多有闲人呢 他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关键是他今天又要了一百台车 而且还要加级 那什么公司啊 我让下面调查了一下 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租运公司 那就难怪了 你现在这汽车租赁市场上 那非常广泛 你别说一百台二百台了 就三百台都有可能啊 你说现在开车的人 越来越多了 你要出去旅游的话 当然揪车是最方便的了 不过一百台车押款也很多呀 如果是加级的话 我们要付给厂家七成的款 才能把别人手里的车抢过来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一百台车 是个好事 是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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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队 吃饭去 还有这边带着呢 你带这么多 你饭量够大的 对 两双筷子 我知道了 这个是爱心午餐 给咱们牛总带的 肯定啊 你看两双筷子嘛 正好 可惜啊 咱们牛总被浪漫公事 迷惑了双连 该吃饭吃饭去 谁说我给牛总带的 我自己能吃那么多不行了 那你两双筷子 两个勺 我就喜欢用两双筷子 两个勺怎么了 行行行行 您呢 慢慢吃 吃太多了对身体不好 您细脚 蔓延 身体是革命的本贱 慢慢吃 马队 我愿意吃你带来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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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来 马队 什么动眼这么香 好 姐姐 感觉怎么样 太帅了 有美味 太帅了 罗小哥 今天怎么回事 又是老死来死 又是游轮 我就是想带你出来轻松一下 我看你每天都是为了工作 这样会很辛苦的 你说这么好的环境 大好的时光都在工作 那多浪费啊 我让你出来享受一下 不一样的午后阳光 好 这游轮是你的吗 哪有认识我的 真的 汤太深了 没想到你那么成功啊 我还有汤更深的 我一会儿给你做 真的 这玫瑰也是不可以准备的 是啊 就是给你买的 来 美丽 祝你永远美丽 是 小伯 是 什么事 你别着急 慢慢说 行 我来了 别着急 我来了 我来了 谈着我 老马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这牛小伟出事了 我过来看看 怎么回事 不错 马景奎 你这个报复心也太强了 虽然小牛老师犯了点错误 也不至于你专程来跑这看热闹了呀 你什么心态呀 你闭嘴吧你 什么心态 你什么心态呀 把我想成什么人 小伟怎么回事 说说 马叔 上午上了体育课 有一学生趁我不注意 爬上了双杠 结果掉了下来 摔得严重吗 骨折了 骨折了 学校打算怎么处理啊 校长要把我开除了 你要开除他 张祖德 夸张了吧 就为这么个事 你要开除一个年轻且优秀的体育老师 老马 你是来帮牛小伟的 我不是 我来讲理了呀 我作为一个理工大学 附属中学 退休的资深的体育老师 我们体育教研组出事了 我不能坐视不管 坐以待毙 我们体育老师被人欺负 总得有人站出来伸张正硬 不能不管 对不对 是 这算是一个教学事务 但是谁愿意发生这样的事 你愿意吗 不愿意啊 还是谁都不愿意 可是发生了 怎么办 处理啊 好 主份 扣工资 扣养金 都行 咱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吧 这么一个百年不遇的好苗子呀 老马 这些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看 我这可跟你说正事呢 你作为一个校长 你不能这么欺负一个年轻且优秀的体育老师 说招就招 说开除就开除啊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这学生家长是又哭又闹 把责任全推给了学校 非要学校给个说法 说如果不给说法 就要告到教委 教育局 甚至教育部 你不会迂回呀 你你你你你 稳定他呀 我跟家属谈了赔偿问题 人家的前提条件是 牛小北必须开除 否则一干免谈 也是倒霉的 那你跟我说 他们家在哪儿 我去跟你试试 你别再跟人添乱了 回头你再把人家长打一顿 好吗 牛小北被开除不说 连累着我也被举报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跟你惹事 好吗 我信不过你 老张 你说这么多年了咱俩 我是不是一直都在帮你 我从来没拆过你的台 对不对 原来咱们打架的时候 我还替你背过黑锅呢 对不对 张祖德 这辈子我就求你这么一回 你给我个面子成吗 是医院 特护病房 好嘞 你不欠我什么了 咱俩轻了 走 来 赶紧跟你小姑娘跟爸 让他带着钱上 医院的能备合 那人家要不收呢 不收也得让他收 我收了钱这事才好办 时间过得真快啊王晓峰 是啊 二十多年过去了 一会儿都二十多年了 哎 你刚才说你还有一个什么秘密 你没告诉我 快收 林立 你找一找 这里边有很珍贵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秘密 你找 在这里 什么呀 找 这条项链 那条项链 早晚有个天 可会带到路 今天终于有幸 我都为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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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 你在哪儿呢 我在船上呢 好好好 你等着我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 小北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他让我赶快回去 那 那怎么回去啊 对不起啊 你扫了你的信 没有 没有 晓芬 谢谢 他在船上呢 这两个小时才能到 两个小时啊 算了 咱俩不等他了 咱们先上医院去吧 行 到了医院 听我先说话啊 好 师傅 去苦客医院 苦客医院 不吃了 这多油腻 不吃了 不吃了 那你喝奶吧 好好好 来来来 喝点奶 好好好 儿子 周春节啊 谁啊 您好 唐晨琦同学 住这个病房吗 找唐晨琦 儿子 拿走 你们是 您好 我们学校的老师 来看唐晨琦同学 您也是他家长 好好好 我跟你们没话好说 你们看把孩子给摔了 我已经告他们学校了 必须把他开除 他还有脸来 你消消气 消消气 你是他的领导 我是体育教研室的组长 马景奎 我就是把牛小卫老师领来 跟您道个歉 希望得到家长的谅解 请您原谅他 道歉有用吗 如果道歉有用 我把他的胳膊给打骨折了 完了说成道歉 行吗 您看您这就 就就什么呀 您听我说啊 出这样的教学事务 的确是我们学校的责任 是牛小北老师的书 家长把孩子交到学校了 那我们就应该对孩子负责 可是这事他已经出了 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您说现在就算是 把他给开除了 或者是说像您说的 为了解气 把他的胳膊 夹上我的胳膊 您都给打折了 如果您孩子的骨折能好 那也行 您下得去手 您试试吧 看你还是懂个市里的人 那你说怎么解决吧 您才是同情达理的人呢 我来就是想跟您谈谈 怎么让这个 唐晨奇同学在出院期间的 学习成绩不落下来 让他尽快地回到学校去 那你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啊 我们学校会安排一些 任科的老师 轮流到医院来 给唐晨奇同学补课 这样呢 等他伤好 回学校的时候 成绩就不会落下来呀 那他呢 他 如果家长 真的要要求开除这牛小卫老师 你也是有道理的 可是您说 像这样一个年轻老师 你给他开除了 那是不是也太可惜了 我们的新家长 理解了一件老师的难处 一个班十几个孩子呀 稍微疏忽就会出事 孩子受了点伤 家长非要要求把老师开除了 而老师开除了以后呢 对他的孩子学习环境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能有这么严重的不良后果吗 你看他是这样的啊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老师开除了 你知道吗 我们学校本来体育老师就少 孩子们就喜欢上体育课 等孩子们知道说 这个牛小卫老师 是因为唐云琦受伤的件事 被开除了 那孩子们就会想牛老师 这一想牛老师 孩子们就会鼓励你的孩子 我们做家长都知道 一个孩子在学校 为同学鼓励 那可比学习成绩差 还要悲催呢 学生真就那么喜欢他 你还真不信 好 唐晨琪 牛小卫老师来看你来了 牛老师 牛老师 你在吗 好吗 你看在 齐晋 对不起啊 来来来来 把他花儿给他弄回去 齐晋 你看见了吧 牛老师年纪轻 特别喜欢跟孩子们 打成一片 孩子们也特别喜欢他 所以啊 你要是把他开除了 孩子们会舍不得的 一看你就是个 同情达理的人 行了 回头 我要让这个牛小卫 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合着这个孩子的住院费 一起让他交到您手里来 好不好 好吧 既然你这么为他求情 我就同意了 不过孩子的课 老师必须给补上 你放心 这点我保证 没问题 谢谢 同意了 同意了 不能吧 我说了这么半天都不好使啊 那也得分谁去说呀 现在知道我能力强了吧 强强强强 那那个医药费 牛小北出 明儿就给人送过去 可以啊你 那就 就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解决了 行啊老马 你这匹老马细了鞍子 比以前跑得更快啊 喂 你这说反话呢吧 怎么是反话呀 是我心里的话 掏心窝子的话 不是 我告诉你啊 这些年咱俩一见面就开咬 你这乍一咬尾巴 我有点发怵火 这真是这计划吗 您正这么着 我请你喝大酒 咱哥俩把话说透了他 行 那我就走了 好 喝酒 喝酒 大喝 大喝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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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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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谢谢 哎 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很小心啊 不能再发生了 上课的时候不能让孩子们单独活动 老师就是在眼观六路二听八方 人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 咱就得负这个责任 明白吗 老师 我保证 以后再不犯这样的错吧 行 快走了 对了 很久没有跟小灿联系了吧 你觉得没事儿可以打打电话 虽然不在一块儿了 做朋友还是可以的 你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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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事儿了 没事儿了 回头记着把那个医药费 给人孩子家长送去 好好好 那个伤的呢 孩子伤的怎么样 伤着骨头了 他在医院养医阵子呢 小北呢 没事儿 不开除了 都解决了 谢谢你啊 没有没有没有 小北人呢 里边呢 我去看看他 啊 去去去 让你当这个体育老师 把你一听 他当这个体育老师 有什么好啊 小姑 阿叔 每当我站在操场上 我都会想到年轻的马叔 因为那时候 他也跟我一样年轻了 小姑 我也想跟马叔一样 把心血全部撒在这儿 把心全都交给孩子们 小姑 把心全都交给孩子们 好 阿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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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阿叔 阿叔 你怎么没走呢 我这好久没踢球了 脚痒痒 想跟他们踢两脚 再说我可以 等等你小姑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完了完了 我得去找校长一趟 你们先聊 不用等我 小北 我先走了 小北 我先走了 早点回家 知道了 小北跟我说了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啊 行 你要谢也可以 请我吃顿饭吧 改天吧 改天可就不叫谢了 吃什么呀 羊肉串 走吧 来 喝一个 谢谢你帮小北啊 不生我气了吧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 不说话的时间 比说话的时间多 不争吵的时候 比争吵的时候少 所以你一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特别好 那我以后就变哑巴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意思 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什么私人问题 你 真的就喜欢那一位呀 跟你有关系吗 那当然太有关系了 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解释 我跟那个赵楚梦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想听啊 你听我说吗 我不想听 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我一定得给你解释 那天我真是跟他 正式地说分手了 其实说分手都不准确 我们俩压根就没什么 真的 我跟你说 不是 你听我再跟你解释 我要找我也不会 我对你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你想找什么样的人 你根本都不用跟我解释 你根本跟他分手 跟我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有关系 你知道人家那天 人家哭在那儿说什么呢 人家说 你喜欢我 说我也喜欢你 他说你们俩既然都喜欢 你们就别祸害别人了呗 谁喜欢你 什么眼神 我就说他眼神不化 不然怎么看上你 眼神是有点不太对 但人说的话可是对的 我真的想 没事 感谢 这样 没有 我 tin 跟你说 那个 我就 你 那 我 我 我 打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你爸 看看刘小北 太晚了 改天吧 那也行 对了 今儿我算不算是 表白了呀 你觉得呢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 还可以 那怎么样 你觉得 我 那我考虑考虑 行 考虑就行 考虑的时候 多想点我好的时候 别想我不好的时候啊 行 那你回吧 你就先回吧 我再看着你回去我再放心 对了 就你这项链吧 我觉得不太好看 以后我可以给你买更好看的 好看 好看 小北 小姑 回来了 还没睡啊 没有 等你呢 等我开始吧 你跟马叔聊怎么样啊 你也睡了 睡了 我给你倒水 你觉得马叔这个人怎么样 我觉得他挺好 真的 就单说一件事来说吧 十一年前 在马实街 马叔为了一个女的 一个人打八个 打稀里哗啦 不是一个人打八个 是八个人打一个 你知道这事啊 他跟我说过 后来那个女的就跑了 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当时马叔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冬季也吸收 搓点医药费 把伤给治了 是 所以说你说 你问我马叔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他挺伟大的 你跟小灿怎么样了 有联系了吗 怎么了 我还没做好准备 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准备 那你做好准备都晚了 行 没事 小谷 我事你就甭管了 你都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你就别操心我了 你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快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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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裴裴 睡了吗 我没有呢 怎么了 没怎么 想跟你聊聊 是不是跟小灿有什么经验的 有 进展很顺利 我跟你说 我今天是想跟你说说马俊逵 你又说他干嘛呀 小北在学校出了点事 马俊逵帮了大忙 我今天晚上请他吃饭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那天在公司门口 他是提出跟那个女孩分手 那个女孩强吻了他 他们俩再也没有联系了 也没发生任何关系 那又怎么样了 不对 美丽 你是不是又想跟马俊逵好了 你跟小枫吵架了 没有没有 我们俩竟然挺顺利的 今天都差点 哪一个 我告诉你 这么说吧 我这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浪漫是什么滋味了 我把精力全都放在公司 放在事业上了 我以为这辈子 再也跟鲜花呀 浪漫呀 无缘了 小枫今天让我感觉到 真的是很醉心 哎呦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你知道吗 马景奎今天晚上也跟我表白了 哎呦 那马景奎算什么呢 那王小枫不比马景奎强一万倍啊 我就怀疑你喜欢马景奎哪一点 我也说不清楚 你傻呀 你说你等了这么多年的爱情 你不就等一个对你好的吗 我看王小枫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你那马景奎你想都不要想 啼都不要 我知道马景奎 条件也不好有一半个不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放不下的 你千万你这么大岁数了 千万不要在关键时刻犯错误知道吗 你要是错过了王小枫 你这辈子你什么你都错过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哎 叫这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那真是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文化贵宝 这你要研究透了 哎呦 我告诉你啊 那一定是一个阴谋家 你看 我我就这么 看了几片 就把那小姑给拿下了 爸 你别高兴得太早 小姑还没答应你呢 怎么没答应 他已经说他考虑考虑了 这就八九不离十了 对不对 然后我再来个乘胜追击 是吧 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然后我就 把这生米煮成熟饭呢 爸 嗯 你不会要干什么 出格的事吧 我 哎 你想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说 向他求婚 求婚 对 不是 你第一步还没有进去 你怎么就直接到第二步了呀 人家还没答应做你女朋友 你求什么婚呀 你看 我们这代人还什么什么女朋友 不女朋友 我直接就上来就问 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对 就算是做你的女人 小姑也没答应呢 对吧 所以我要更 更精准的 文准很哪 这点我要向你奶奶学习 你知道吧 跳过应该走的前两步 直接让前两步成了绝路 是吧 等他明末不过来的时候 晚了 我就给那小子 来一个下马威 乘胜追击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打蛇打七寸 让他全线溃败 我说的词很多都是这里头的啊 爸 嗯 我跟你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我竟然没有发现 没发现什么 天才啊 绝顶的天才 我 对 闺女 这就叫生活哲理 真的 你慢慢悟吧 你爸身上的优点多了去了 就是 哎呀 什么叫天才啊 请看 马景辉 嗯 对 的 你 对 对 对